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是火灾现场的逆行者 永远出现在我们事故现场的第一位救援者 我相信我和大家的这种感官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该怎样拍消防员一个视频呢 我想曾经我们的团队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一味的去展现他勇猛的冲进火场 还是重现一个车祸的现场 然后把他拍得无比的感人 我想不是这样的 一个伟大的形象背后 一定有他不为人知的故事 所以我们会把镜头调过来 去拍拍他们的生活 那首先要拍他们的生活 就要观察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团队跟消防员一块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在小小的营区里头去观察他们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每天重复啊重复地 做了很多重复的事情 每天警铃响起 他们重复地奔下楼 每天穿上脱去无数次那件防火服 甚至于每天都在那个永远望不到头的跑道上 努力地奔跑 我们看到了他们引以为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法 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所以做了这条影片 你不会知道 皮肤与衣服九千字的摩擦 是为了更快出发 更早递达 你不会知道 五十万字的摩推 与四万公里的奔跑 时步的现场快那一秒 你不会知道 三万六千次二十米的品鉴 是为了让可怕的火焰 我排假日的时间只有九百八十五天 是为了传承这些人 因为我是十九大代表 是为了传承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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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名消防员就好 我相信 谢谢 我相信这一串上的数字 大家和我们一样 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但我也相信 当大家知道这些数字之后 就更能映承 心目中消防员 那个伟大的形象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 在我们记录一个 不熟悉生活的时候 我们不是表象性地记录它 而是要记录它背后的故事 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 这样子就能印证 它这个形象 在你心目中是没有错的 刚才那个影片 是消防员的生活 是别人的生活 那我们该怎么样 记录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我把它分成两类 第一类 我们生活中的事件 当我们有一天 生活中遇到了某件事 我们该怎么记录它呢 我拿这回新冠疫情为例吧 我相信再多数的大多数 都跟我一样 在家里可能被关了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城市 体会了不同的心念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我们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这段经历 在我们的生活里 它就是一个特别的事件 那我们要记录它 首先第一点 就一定要明确 这个事件 你是怎么看待它的 给你了什么样的触动 这就是记录下 自己生活中事件 你要有独特的认知 和独特的价值观 这场疫情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影响都是很大的 我们看到了空空的城市 我们没有了新年的交际 不能去拜访 而且 我们经历的所有人 都用口罩 遮住了他们的微笑 它对我们团队 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就是 那一个月 好像一场梦啊 我们多希望 这个梦赶快过去 所以这就是我 对我这段生活 独特感知 我们的事件 这种梦都会 对我们的事件 都会发生了 对我们的事件 在社会上 我们的事件 在社会上 我们的事件 都会发生了 我们的事件 我们的事件 都会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你自我意识要体现出来 厦门不像那些大城市 它平时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繁华 厦门带给我更多的是什么 全国文明城市 更好的绿化 更宜居的生活 更和谐的社会 所以我们最后是用曾经的一组微笑收场 也希望能够给所有的受众 所有的观众 回想起那个厦门 这就是我们用我们独特的视角 在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事件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发散思维 对每一个生活中出现的事件 有自己独特的感知 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说完了独特的事件 那我们来说一说 非常平平无奇的生活吧 每天我们都会醒来 然后起床吃早餐 然后去赶公车上班 然后下班娱乐睡觉 这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该怎么去记录这些呢 看似琐碎平平无奇的生活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有我独特的办法 我经常会怎么做 我会给自己立一个主题 比如我想拍什么 举个例子 比如我想拍 它的名字就叫我的早餐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会吃早餐 我也建议大家都要吃早餐 对身体好 那至于怎么吃 没有关系 是自己买呢 还是自己做 还是父母做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不管是哪种方法 都是可以的 我们只要去 用我这个方法 试着去记录一下 我们现在举例 是我们的妈妈 在给我们做早餐 好不好 然后每天 我们起床 然后可能还没有刷牙 妈妈的身影 就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走进厨房 掏出手机 然后开始录 跟妈妈一句话 说妈今天早上 我们吃什么 然后妈说 先不要讲 先去洗脸刷牙 来了你就知道了 或者是 今天我们吃牛奶面包包子 都没有关系 就一段话 用不了五秒钟 然后我们按暂停 然后去洗漱 回来 当这个早餐 呈现在你面前 在路上两秒 试着去做一个月 每天都拍这个主题 当你回头看 过去的这个月 这每天的五秒的拼接 你会发现 过去的点点滴滴 可能你已经曾经忘了 可能曾经的一顿早餐 你吃完之后 没有赶上那天的公车 你迟到了 可能你吃完那天的早餐之后 你换了一份工作 这就是我独特的方法 只要你想好了一个事情 你就重复地记录它 然后在某一天 你把这个时间和空间 进行压缩 你就会看到一个 不必震撼的东西 如果你记录的时间够长 以我刚说那个为例 你可能会看到妈妈的老去 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 这就是我独特地 用这种短的东西去记录它 重复地记录它 压缩时间跟空间 这样子我相信 你的视频出来之后 你不仅仅感动自己 你也会感动 一个跟你同样经历的人 所以最后我相信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每个人都是摄影师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赋予了我们特殊的机遇和角色 那我们更要用这种机遇跟角色 去创造和改变我们生活 大胆拿出手机去记录生活吧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谢谢